这一项创新产品联合成果展 首先安排一场四川变脸秀的表演作为开场 增加活动的热闹与趣味性 南投县内共有十家厂商参展 与会代表副县长陈正生 肯定参展厂商的用心 借着成果展从中获得观摩与学习的机会 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作为一个观摩比较学习的机会 希望让厂家能从中获得一些灵感 甚至于脑力激荡创新新的产品 提升他们产品的品质 也迎合我们社会的整个需求 所以这项活动非常值得继续扩大办理 现场有55家厂商展示各家创新产品 有强调绿能与智慧的自行车科技等 南投县有积极的香蕉与民间路股的茶叶 等特色农特产品 由宏达议员说 这些都是南投县的优势产品 他希望政府部门能帮助业者提升经济产值 农中市管市有50几年 将近5到5年 我们南投县就来推出10个团位 尤其展示到南投县的优势的农特产 尤其我们的接触的香蕉 我们民间六国的茶叶 都是南投县非常地面多 非常高的出色的农特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用心 希望我们的行政部分 来带动他们的经济效益 来自积极的香蕉业者黄志玲 则强调传统产业已经与APP科技结合 目前他们已研发出新的安全防走失系统 这一次最主要的重点就是 我们有一个安全防走失的系统 可以利用这个词扣跟我们APP做连结 那小朋友带在身上的话 只要跑出一定的范围 就是我们APP系统会做警示 现场除厂商摊位外 还有厂商设计互动体验 让观赏者身力起劲 感受创新研发科技推动的成果 透过这个平台 促进四个县市厂商彼此交流 激发更多跨界合作的可能与梦想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